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问题 是如何结束五人政治 那结束五人政治以后 如何去取代它 如何建立新的秩序 宋朝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 要最终确立了以文质为导向的 这样一种国家管理模式 就是以文官作为官僚团体的主体 由他们来管理这个国家 老百姓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所以把国家交给他们 可能也有很多问题 但是至少造反这个风险就降低了很多 所以这里面我给大家找一个角度 找一个角度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 科举制度在隋扬帝的时候 就被发明出来了 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实践了很长时间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科举制度真正成为选拔官员最重要 我们甚至可以说 几乎是唯一的途径 这样的一个变化是在宋朝才确立的 唐朝的时候 你别看这些人考进士的时候 最近这个诗词大会很论门 是吧 然后这个大家都会背几句唐诗 春风得意马蹄吉 一日看尽长安花 你考完进士以后你很开心 但是呢 过几天他就不开心了 为什么 考试考完了 没有岗位给你 就像现在我们很多同学一样 你这个毕业的一刹那 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你很开心 过几天你就不开心了 为什么 找不到工作 是不是 所以唐朝的时候并不意味着 你中了进士以后就一定能够当官 唐朝它还是个非常典型的贵族社会 贵族政治 很多宰相他都是 父亲是宰相 爷爷是宰相 所以能够轮到他是做宰相 你看韩宇 唐朝非常有名的一个文人 他这个文集里面有大量的信件 是写给当时的宰相的 主要内容就是说 你赶紧给我找个岗位吧 我这个闲了很多年了 但是到宋代以后情况变化了 贵族社会逐渐的瓦解 武将的势力逐渐的被驱除 那么留下这个权力真空 由谁来填补 到了宋代第二任皇帝宋太宗的时候 科举制就发挥了最最重要的作用 通过科举来选拔人才 来选拔那些能够帮助国家去运行这个国家管理机器的这样一个群体 在宋太祖的时候 北宋第一个皇帝的时候 宋太祖在位大概是17年左右时间 在他这个17年里面呢 一共开设过15次科举考试 录取的进士是188个人 但是到宋太宗的时候 宋太宗在位的时候 那当然时间比他的哥哥要长很多 但是呢 在他在位时间只开过八次科举 你别看啊 次数只有二分之一多一点点 但是啊 他所选拔出来的人才 几乎是宋太祖这一朝的十倍 宋太宗开八次科举以后 选拔的人才多达1487个人 甚至在拥习三年这一年里面 所选拔的人才就有200多个 就超过宋太祖在位17年 选拔人才的总和 这里有一段材料啊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说明宋太宗的时候 他是如何重视科举制度 以及他为什么要重视科举制度 比如说 我们看到的这个 今天看到的宋太宗实录 在宋太宗的端宫元年 这是他统治的晚期 这一年科举考试啊 一共录取了129个人 这是宋太宗在位期间 不算是最多的 但也是相当多了 我前面讲过 宋太祖17年采取188个人 他一年就是129个人 为什么取这么多 宋太宗啊 他就在担心一个问题 担心什么问题呢 就是地方官员的缺口很大很大 你把地方军阀铲除掉以后 所有的基层官员 都由中央来委派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啊 你不仅仅是到地势这一节 你还要到县这一节 主要的官员 你至少你比如说这个县令 还有呢 就是这个县位 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县里面的公安局局长啊 这些重要的岗位 都是由中央直接去认定的 全国这么多县 这么多岗位 你一铲子 把所有的五人的势力给铲除了以后 你中央都得承担起来啊 这个人事论命的这个责任 所以宋太宗啊 他就总觉得人才不够用 人才不够用 那么这一次之所以 能够录取129个人呢 之前呢 其实宋太宗已经做过准备工作了 宋太宗每次都嫌 他们这个礼部啊 在古代管科局考试的 六部里面是归礼部管 礼部在选拔进士的时候啊 这个标准啊 总是定得很严 就是总是三落很多人 那这个宋太宗呢 他就觉得 我这个任命一个地方官员嘛 你只要粗通文末就可以了 所以经常会在礼部入选的基础上面 有所扩大 比如说有一次啊 他一看 哎呦 下面怎么只抱上来几十个人呢 这样吧 你们把所有落地的这些秀才的卷子 都拿来我看一遍啊 就看一遍 就觉得 只要是粗通文末 这个文章啊 从头到尾能够写成一篇 不符合你们文人的规矩 也可以 所以我这个让他去做一个基层的官员 等到这一第一波 搂完以后呢 他觉得 哎 今年我选拔的人还是不够多 还有很多岗位空缺的 那这样吧 啊 就之前 第二次参选过 还是被淘汰掉的那批卷子 再拿来 我再 看一遍 哈哈 再看一遍了 这个要求就更简单了 只要没有错别字的 就让他上 哈哈 所以 宋太宗的时候啊 科举考试 才正式的成为 我们 中国古代 选拔官员 最最重要的途径 你不要看 进士 这个 你不要看进士科 在唐朝就有了 真正发挥巨大作用的是在宋朝 好 你现在通过科举考试 选拔人才 要他们读经书 读史书 读完以后呢 来参加这个考试 现在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啊 你个社会上 如果要是没有那么多的读书人 怎么办呢 你这边嫌人不够 不停地挑 从落地里面的挑 从落地里面的挑 如果这个社会上 本身 有资格来参加你这个考试的人 就不多 那你怎么办 这不就是一个问题吗 在当政的角 在当政者的角度 他是这么思考的 那在老百姓的角度呢 他可以换一个角度来 想这个问题 你看 我现在 一年到头 辛辛苦苦地种田 也就是这点收入 而且整个社会地位也不高 对吧 你要是 能够 顺从现在的潮流 让孩子去念念书 我们有一句 古话叫书包翻身嘛 宋朝人 宋朝有人写过一首诗啊 叫 遭为田舍汉 目登天子堂 你这个早上的时候还在种田 晚上的时候呢 这个一通报 说你考中了 考中了 你就可以去静静见天子了 是吧 遭为田舍汉 目登天子堂 通过学习 通过读书 参加科举考试 重举 做官 来改变自己整个家族的地位 改变自己的人生 就成为当时很多啊 社会上啊 家里稍微有点财力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 中产阶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你看一直到今天 我们这个公务员考试还是很热门嘛 为什么啊 这个 这是就是利益导向嘛 这个圈子 这个池子里面有很多利益 对吧 对你们开放 那么你们就可以凭着自己的本事 通过竞争 冲到里面去 夺得自己的那块蛋糕 所以 文教这个东西 在宋太宗以后 一 由于政府的倡导 二 老百姓也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只要考上以后 我就可以 不种田了 就可以当官了 就可以免税了 还可以很高的收入 比这个种田还省气力的多 对吧 所以文教教育这个事情 在宋代以后 逐渐逐渐的 有了更深厚的社会基础 它也变得更加普及了 所以为了满足这个需求 像这个活字印刷 在宋代就应用而生了 很多时候这就是鸡和蛋 蛋和鸡的关系 讲不清楚 有人说 是因为活字印刷发明以后 印书的成本降低 更多的人 能够得到这个书本 所以文化教育更加普及 接受教育的门槛更加低 但是事实上 它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呢 就是大家的需求非常多 有很广泛的需求以后 促使有一些聪明的人 他想方设法的 能够多印一些书 活字印刷它就出来了 所以这是鸡和蛋 蛋和鸡的关系 讲不清楚 谁在前 总之 在那个时代 它就集中地爆发出来了 教育就成为一个 和之前相比 更为普及的事情 整个社会的教育基础 比以前来说 更加深厚了 以确保 有大量的读书人 有资格去参加 进士考试 进士考试 以确保中央政府 能够通过进士考试 获得大量的能用的人才 这是宋朝的一个最基本的背景 有资格兰议 有资格兰议 有资格兰议